没事 穿着汉衫的香港富商黄坤 脚背上铐坐在地上不断感谢警方 2015年他遭地方脚头绑架后勒赎 案件震惊社会 由古坛大厨厨神之身的他 就是香港东方明珠石油的前主席 当年公司规模大利益惊人 身价800多亿的黄坤才会遭人盯上 让东方明珠石油多次登上新闻版面 这回前CEO效力还因偷渡来台遭判刑 再引发话题 海巡员船上每个角落都检查 但效力躲过盘查偷渡来台后 马上去自首 日前遭判刑有期徒刑两个月 还被驱逐出境 效力停上声称注销中国国籍后 入万纳杜国籍 因被中国公安无故追捕有生命危险 委员律师也提出被告认为 唯一安全处是台湾 因当时疫情国门闭锁 效力不得已冒风险偷渡 提上诉后需要能撤销驱逐出境 但最终遭到驳回 年月六十多岁的效力在大陆成立炼油企业 2013年遭指控生产成品油不合格 涉案金额数十亿 被关押三年获判无罪 之后他前往香港东方明珠石油公司担任CEO 后来被董事会发现 他涉嫌在内地犯刑事罪 最后黯然辞职 2022年5月花了约145万元偷渡来台 高雄入境后马上北上到移民署自首 案件起诉后 最后被依未经许可入国罪 除有期徒刑两个月驱逐出境 依照法规效力恐怕一段时间无法再入境台湾 只是放弃中国国籍改为万纳度国籍 原本可合法搭击来台 却迫于公安追捕选择偷渡 可见中共如同白色恐怖发挥红色恶势力 但是这就是我们在台北曾报道